好 柯文哲如今是遭到了 檢方聲壓 下一步可能會如何發展呢 線上連線的是律師黃伯榮 那麼首先要跟律師請教的是 柯文哲他已經被檢察官聲壓了 不過目前研判 這個積壓庭可能要到半夜才開始 甚至到明天 那麼接下來柯文哲 還要面臨哪些審理過程呢 首先程序上 柯P面臨的是積壓庭的審理 那積壓庭就是認定 有沒有逃亡或是串供滅政的可能性 有的話可能就會裁定積壓 那積壓庭通常是針對 共同被告來隔離訓問 法官會針對檢察官提出的 積壓申請書 券證資料來判斷 被告有沒有犯罪嫌疑重大 如果有的話再來考慮 有沒有逃亡 串供滅政的可能性 如果有又沒有積壓的替代手段的話 就會裁定積壓 反之就是給予無保或交保 那偵查中的積壓期間 一次就是兩個月 辯護人可以提出抗告 讓高等法院來裁定積壓 是否有理由 如果沒有理由的話 就會交給這個地方法院 來重新進行裁定 結果相反的話 也就是法院認為 沒有積壓必要的話 就會給予交保 那程序上就會有檢察官 來進行抗告 那本案偵辦的方向 就是精華層容積率審議的問題 到底這個變更容積率的問題 有沒有受到不法指示 有沒有增加違法的容積率 如果有的話是誰來指示 那指示者就會有 貪污治罪條例 徒利罪的問題 如果判刑的話 這個罪的話 是五年以上的有行徒刑 好 另外來看到 前副市長彭震生 其實走在前兩個禮拜 就已經被約談過了 當時是沒有被押的 只有限制出境出海 但是現在又把他找回來 難道是他的公辭 不太對勁嗎 再加上先前被羈押的映曉威 這些被告的說辭 現在對柯文哲 會有什麼影響呢 那這個彭震生或是映曉威 在本案的地位除了是共同被告以外 也是案件上的證人 他們參與案件的地位或者是 影響程度是核心或重要的話 那這個公辭是不利科P 那這個公辭除了是未來檢察官 往下偵辦的依據指示外 也可以拿來作為科P 質問科P的內容 那科P未來要對這個部分 去攻擊或防禦 那就要看這些內容是什麼 來進行一個防禦 那在偵查階段上 所有涉案人士的證實 都有可能讓偵辦人士 獲得一個蛛絲馬跡 來抽絲剝繭的調查 說這個深入發掘 這個案件的真實性 來判斷到底誰有罪 誰沒罪 誰是涉案的 誰是無罪的 那未來如果兩位證詞 都是不利科P的 在法院上的公防 除了可以主張這個是一個 傳聞證據以外 那也可以經過挑戰這個 沒有經過對質 來挑戰證據能力 或者是證明力的問題 所以這些兩個人證詞 是非常重要的 好 其實柯文哲 當初被帶走的時候 還信心滿滿的喊話 說有證據就拿出來 那麼恐怕現在也沒有想到 居然是被升壓了 不過包括金華城 包括北市科 他到底是犯了 什麼樣子的錯 怎麼會落得 現在這個下場呢 這個案子最重要的核心 就是金華城的容積率 從300多到500多 最後變成840% 到底是怎麼變更的 有沒有法律依據 如果沒有法律依據的話 又是誰去指示的 如果有人明知道違法 又下了違法的指示 導致有其他人 在這邊受到利益的話 那就是公務員裡面的 圖利罪的問題 那法定刑度 是5年以上有其突襲 那調查內容 絕對會透過中間的 這個都審會的決議過程 會議記錄 委員是否有沒有辭職 或者是委員不參與 這個表決的原因 或是委員的證詞 來還原整個過程 來確認整個決議程序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他人介入 如果有的話 那當然就是圖利罪的問題 甚至有公務員 因此而有收賄的情況下 不管是收錢 或是有其他利益 都會有收賄罪的問題 好 確實金華城案 到時候會怎麼發展 我們外界都很關心 也謝謝律師 為我們帶來詳盡的分析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